今天要來突襲十萬訂閱韓系YouTube的錢包 以及分享經營韓國代購的秘訣 讓你增加你的第二份被動收入 哈嘍我的心裡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小智慧客室 如果說你有很長期在Follow我的影片 應該都到其實我算是一個邊緣人 就是我沒有跟其他YouTuber一起拍過片 那你們應該有看到現在旁邊有一個嘉賓 那我要歡迎這次的嘉賓就是阿倫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倫 阿倫那時候找我的時候我還蠻訝異 就想說真的有別的YouTuber在看我影片 所以今天呢我們會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要來突擊他的錢包 因為我之前有拍過一支影片就是 錢包整理術 就是要看阿倫今天的錢包裡面 有沒有符合這個錢包整理術 就是裡面沒有什麼有的沒的東西 因為阿倫他之前是在韓國生活 對 旅居了兩年這樣 然後他也有在經營他的代購 所以今天會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阿倫在於代購上面到底是怎麼經驗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我就繼續看下去吧 好 那首先呢 我們就現在突擊阿倫的錢包 看他裡面到底裝了什麼東西 會不會有辦哪一些 好像還不錯的信用卡吧 欸這個企劃好紫密喔 我完全真的沒有整理 這個錢包用五年完全看不出來 因為他很新耶 這個錢包是買很貴的錢包嗎 沒有一兩千塊 欸這樣子完全誤超數字耶 去我代購買 然後我就先來直接開一下他這個錢包 看他裡面是怎樣 裡面好像也放太多 欸裡面很多抽票 因為我怕有時候就是 喔就是 你比較大手大腳的 沒有沒有 我們就先從他的卡片開始來跟他介紹 因為他這個錢包其實算是很多功能 就是他可以放鈔票 放卡也可以放零錢 現在看你到底有哪些信用卡 所以第一張永豐大戶 這個我已經介紹過 就是他國內國外都還蠻不錯的回饋 欸我幫這張就是有看你的影片 說不知這張 就是這張信用卡我也沒任何推薦連結 哈哈哈哈 永豐大戶可以找我好不好 然後接下來這個是LinePay 對不對 中線LinePay的信用卡 我剛剛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信用卡都沒有簽名對不對 對 就其實信用卡後面要簽名 對你來說會比較有保障 如果之後被倒刷的話 其實他任簽名會比較好 雖然說現在很多信用卡都不用簽名 可是我覺得簽名還是比較有保障 接下來這一張呢 就是我之前的持續也沒簽 我覺得等一下應該全部都沒簽了 這一張就是Richard的GoGo卡 那這一張也是我介紹過很多次 只是最近他的回饋比較沒有那麼高 欸其實我發現你的卡片很多都是我介紹過的 欸還有欸 你的卡片超多的欸 其實還可以塞很多卡片 然後他就真的塞很滿 好我們就直接看一下到底有哪一些 好圓大 然後Flygo Uber 然後玉山Pay 跟卡面很美的永豐大戶的金融卡 你放卡的那個規則是什麼 因為我發現其實很多信用卡是比較好刷 可是你都沒放在前面 像我之前有跟大家介紹 就是你錢包裡面的信用卡 不要帶太多張 就可能你主要消費的一張到兩張 跟一張提款卡就好 網購專門的信用卡 我就不會帶出門 像是我都不會帶劉備爾出門 因為我都已經把它綁在信用支付裡面了 有時候如果你錢包真的不見的話 就是你要一次掛十很多張信用卡 風險很高 真的欸 完全沒想到這件事 而且你又都沒簽名 哈哈哈哈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 錢包就是要以金錢為主 沒錯沒錯 你竟然要一打開 就是你現在裡面有多少錢 你就可以螢幕雕欄 然後裡面也不要放幾點卡 然後也不要放收據啊 這些不能放嗎 不是因為你放了之後 你就覺得錢包變很亂 就是有時候你在找東西的時候 它有可能都會被漲住 所以你這樣子放的時候 其實效率不是太好的 他就發票很多 平常不會整理發票嗎 不會 而且很多其實是收據 個人是平常都會每天會整理錢包 就是如果說錢包裡面有收據什麼的 我都不會 我太懶散了我道歉 其實我覺得如果說 你不想要拿那麼多發票的話 我會建議你可以用載具 它是可以增加你的中獎機會的 先扣分 接下來就是看 我們的小隻男 到底帶了多少錢出門 但是我覺得阿倫有一點還蠻好的 就是他是有按照 鈔票大小在整理 有有有有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 你會比較好放 無料然 對對對 只是要是我的話 不會有那麼多的白鈔 蛤我是很愛白鈔的人 可是你不覺得白鈔會花很快嗎 就是你花的時候 一百一百就不見了 等到你真的花完才發現 一陣子都沒有 我自己是覺得 因為有時候什麼跟朋友出去 就很需要零錢 現在我都用匯款了 因為我覺得 就是你 鈔票越小張 你花的痛苦越少 因為你花零錢 絕對是沒什麼感覺 因為如果說你要花到大鈔的話 你會想到 用回一千塊了 一千塊拿出來 就會有點想心痛 奇怪拿卡片會不會心痛 如果說你是那種 沒辦法理性購物的人 其實信用卡你要非常節制 好我這邊就不算 他到底帶多少錢 反正你們自己看就是 沒有很多嘛 大概三三四五千 四五千好不好 太多這樣算帶太多是不是 我平常不會帶那麼多錢 因為我平常可能 帶個一千多塊 如果遇到什麼事怎麼辦 我自己沒錢的話 我會用提款的方式 就是我可能 錢包不會放太多錢 但是我知道 我會透過提款的方式 讓自己知道 怎麼又領錢了 就是會讓自己 有一種錢要省得花 我習慣是屬於 可能一次領個五千 我朋友也是這種 對 因為就很懶得一直跑 但我覺得你是蠻好的 因為我覺得如果說 你是很常花錢那種人 其實每次領個一千一千 你就會覺得 怎麼又再領錢好煩 而且有時候你可能會覺得 要你去領錢很麻煩 就會減少消費 但我覺得你今天這樣蠻好 畢竟我也是經營頻道的 有年了啦 對 所以我覺得你今天回去 首先第一個步驟 就是把你這些卡片 跟你的收據 還有幾點卡 可以稍微整理 然後錢的話你就看 要怎麼處理好 好 雖然說收據很多卡 也很多 可是我覺得算是 如果說一般人來講的話 算是還不錯的 一般人算正常 那突擊完阿倫的錢包之後 我要來問他 就是有關於 算是被動收入的一種 因為其實很多 我的觀眾都會問我說 要怎麼增加被動收入 有沒有除了就是拍影片 或寫播歌之外的方法 因為很多人 我的觀眾可能 不善於面對鏡頭 或是不想露點 他就會想說 我是不是可以經營什麼別的方式 因為阿倫他算是有代購 而且算是我覺得經營 應該算是還蠻不錯的對不對 就是努力招努力招 小有成就 小有成就 當初是怎麼接觸到代購這個方面 其實我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也還沒經營頻道 也還沒用IG之前 那時候大家很流行淘寶代購 很多東西都是從淘寶買來的 然後那時候我就是賣手機殼 然後我覺得其實現在 球鞋代購、衣服代購 或是甚至手機殼 其實蠻多貨員都是在國外 然後後來淘寶完就變成 GMarket 我有在韓國之後 才跟上就是 真的完全是韓國代購這樣 很多人都想做代購 可是他們不一定有穩定的現金流 但是你覺得你可以經營的成功要決算是什麼 我覺得選貨最重要 你自己喜歡什麼 然後什麼可以賣 我覺得不能是你不喜歡的東西 然後你硬要自己去想辦法賣出那些東西 反而會沒說服力的 真的 像我之前有考慮過賣那個BT21 因為真的很紅 可是我真的背不下來那些玩偶說的名字 現在可能賣一次很成功 好了 你之後可能就覺得說 會很有壓力 沒有很長期的經驗 那你在選貨的時候 是會先看最近的流行是什麼 再去批貨嗎 絕對要 絕對要 就是要跟風一下 如果說你真的想要開創第二個 被動收入或者是你想要購買網購的東西 其實 現在流行什麼 你去批來賣 其實算是一件還蠻重要的事情 真的 現在流行什麼就是要跟一下 因為你跟一下沒損失 我覺得一開始經營的人 可以就是買空賣空 不要 現在講投資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你不要真的先買一大堆現貨 進來 你可能要稍微擠蛋一下 然後你再去購買 這樣你不會有太多的成本 只是經流可能稍微會慢一點 但我覺得這樣是對初期 想要開創代購事業蠻好的一個方法 你開始接觸代購的話 你的資金準備大概是準備多少 那我覺得初期可能 如果想要有一點程度的話 我覺得差不多三到五萬 所以我覺得算是不會到太高階的門檻 如果說你真的把這個東西當創業的話 對 因為你買了但是你還是有經流進來 我覺得可以從 就是親朋好友 你真心的好朋友 可能先從糾團開始 就是你不要先帶著那麼濃烈的商業 你先帶著分享的狀態 好像在講直銷 但是我覺得反正 你就可以先讓自己試試看 適不適合這種模式 對對對 因為有些人可能經營代購會覺得很麻煩 因為其實你後續你要寄貨 然後又要跟每個人聯絡 其實有些人會覺得很麻煩 真的 那其實我知道阿倫他的代購 算是一直都是穩定成長 我想要問你 你覺得可以讓你一直穩定成長的方式是什麼 因為我知道你除了在經營蝦皮的代購之外 可能還有Instagram或是粉絲專業 那你覺得是怎樣讓你可以慢慢的成功 你一開始不確定你的商品 在什麼樣的平台會比較好 你可以每個都試試看 像其實我們可能IG很好 但粉專就超級爛 其實觀眾都是或者是買家 都是一直在流動 因為完全猜不到大家的心情 因為我覺得阿倫算是一個很會經營社群平台的一個人 因為他的Instagram算是還蠻厲害的 然後YouTube也不錯 然後粉絲專業也很厲害 我覺得你有沒有什麼經營這種社群平台的小秘訣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就是不要怕分享 我覺得很多人會擔心說我這個東西好不好不好或怎樣 可是你還沒拿出去分享的話 大家也不知道 那你覺得hashtag這個東西是重要的嗎 我以前覺得蠻重要的 但現在好像還要 因為會增加曝光 但是曝光的人會不會來買也是 有效曝光最好是你真的曝光 就是大家可以吸引到大家的買氣是最好的 對對對 好那以上就是阿倫這次經營代購的分享 那也希望對你們有幫助 好那今天影片就跟大家分享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比方就幫你喜歡或訂閱我 也可以訂閱阿倫 應該說他要從他的觀眾裡面訂閱我 那我跟阿倫也有合拍另外一支影片 大家都可以去阿倫的頻道看 如果想要關注我更多生活的東大話 都可以follow Instagram 或是阿倫的Instagram 也可以加入會員 觀看更多獨家資訊 還有會曝光的話 許如欣妮她是阿倫 謝謝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好 差不多 那等一下我們就錄個 開場 開場 好 我還想開場 你要一起進來嗎 看你看你 看你我倒行 好 我都可以 你的卡真的帶蠻多 只是我發現這個卡其實不太能 就是這個錢包的卡片 其實不太能像這種一次放 就是兩邊都不能放 喔你說這個 你說這個阿 對對對 比較少有這樣 因為我覺得放在裡面 就是有時候會要找會找不到 就整疊拿起來 那我應該要放什麼 放這樣子 比較現場會刷到 對啊 我上面通常都會放信用卡 固定會刷 然後會打 新款卡 我可以看到 謝謝 那是